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最新举动 由于伊朗未能配合调查未申报地点的尤克利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了一项谴责决议 这一决议由欧洲外交官提出 并获得了20个主要西方国家的支持 中国和俄罗斯反对该决议 而其余成员则选择弃权 决议要求伊朗迅速配合调查这些未解释的裂变物质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及其五眼联盟成员国对中国的一项警告 这些国家表示 中国正在绕过措施招募西方军事飞行员和人员来训练其军队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表了一项公告 指出这种招募行为可能会增加未来冲突的风险 因为它会削弱威慑能力 这一警告政治对中国政府主导的间谍活动 网络黑客和知识产权盗窃的担忧亦以加剧之际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电池制造商CTL的最新成就 这家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 已经成为所有中国大陆上市公司中获得国家补贴最多的企业 超越了石油巨头巨头 这一现象凸显了中国政府对电池行业的战略重视 尽管这种政府支持在西方引起了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时报报道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周三通过了对伊朗的谴责决议 加深了围绕伊朗有争议的核计划的外交裂痕 欧洲外交官提议此项措施 一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察员报告称 伊朗没有帮助他们解决在未申报地点发现的疑似 几十年前类游历子问题 二十个主要是西方国家投票支持谴责 而中国和俄罗斯反对 其余的国际原子能机构35个成员国则弃权 由法国 德国和英国起草的三页谴责决议表示 伊朗在解释这些未解释的裂变物质问题上 合作是至关重要和紧迫的 日本时报报道 华盛顿美国和其他五眼国家周三警告称 中国正在规避旨在阻止其招募现役和前西方军事飞行员等人员 来训练其军队的措施 西方招募人员训练解放军PL可能会通过减少我们的威慑能力 增加未来冲突的风险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情报机构在一份公共公告中表示 这一通知是英与国家五眼情报共享联盟关于中国政府主导的间谍活动 网络黑客和知识产权盗窃日益担忧的最新警告 因北京的日益强大 燃烂了与华盛顿及其盟友的关系 日经亚洲报道 香港中国领先的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CETL成为所有大陆上市公司中 获得国家补贴最多的企业 凸显出政府对电动车EV和其他高优先及技术领域的战略重点 根据中国信息提供商文的数据和欲经亚洲的调查 去年是宁德时代首次在超过5000家大陆企业中排名第一 宁德时代2023年获得了57 2亿元人民币的补贴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这于补贴金额占其净利润了13% 宁德时代并未在其最新年度报告中披露这笔钱的用途 也未回应日经亚洲的查询 与此同时 四家与电动车相关的企业也进入了前十名补贴接收人文单 这表明中国政府正在灵活调整哪些行业应获得国家资助 南华早报报道道 中国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中面临生死攸关的比赛 将于周四在沈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对阵泰国 如果中国能够在辽宁省沈阳战胜泰国 他们将晋级第三轮资格赛 然后在下周二世界杯体育场对阵南韩 中国目前在亚洲区预选赛系组排名第二 击7分落后领先的南韩三分 泰国以4分排名第三 中国队主教练伊万科维奇表示 尽管面临伤病和停赛的困难 球队将以更具轻越性和进攻性的方式比赛 中国队将依赖包括阿兰 费尔南迪尼奥和埃克森在内的规划巴西球员 以及状态良好的魏诗豪 伊万科维奇强调 无论面临什么困难 球队的唯一目标是赢得比赛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利亚的麻纤维生产者表示 法律和官僚障碍阻碍了这种作物的广泛推广 尽管麻纤维被视为一种可持续的替代品 集体时尚正义组织向维多利亚州议会 提交了一份建议 支持羊毛生产者转向种植麻纤维 以减少牲畜数量 麻纤维生产者 Gary Rogers 表示 官僚程序限制了他们的业务扩展 特别是在广告和出口方面遇到了困难 尽管麻纤维不含四青大麻分梯 一尺鸡蛋仍被视为麻醉皮 时尚行业需要积极寻找解决快时尚问题的方法 并且越来越多的顾客开始关注这一点 Diritis Lee和她的丈夫在南澳大利亚的 Fence 经营nomad farms 他们使用再生农业原则 种植和制造羊毛 并使用天然染料来减少化学污染 半岛电视台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 WA初宣布一名患有A兽 FiveN27流感的男子在墨西哥死亡 这名59岁的男子在墨西哥呈发病 出现发烧 呼吸急促 腹泻和恶心等症状 并于4月24日去世 WA初表示 这是全球首次实验室确诊的 HiveN2病毒感染病例 这名男子已有慢性肾衰竭 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基础疾病 初步测试显示为不明类型的流感 后续实验室测试确认为 HiveN2W第一抽表示 目前对普通民众的风险仍然较低 并且没有其他人类病例被发现 墨西哥卫生部门也表示 没有对人口的传染风险 并且已经对患者接触者进行了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当局正在监控受害者家附近的农场 并建立了一个永久监测系统 以检测该地区的其他病例 南法早报报道 随着人工智能Ii 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香港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其他亚洲城市 如新加坡和中国大陆 已经开始发展符合本地需求的I模型 香港需要考虑如何在本地化应用中 发挥I的潜力 新加坡推出了 Sia Ionan In Yanglei 说 这是一个针对东南亚语言和文化的开源I模型 而中国则推出了柔和习近平思想的I系统 展示了I如何成为推动国家议程的工具 香港应该借鉴这些例子 将了I应用于交通医疗和教育等领域 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便利性 同时I应该被视为一种工具 用于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特别是在教育和社区服务方面 I可以帮助边缘化学生和少数族裔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总之香港应该以人类价值为指导 平衡技术创新和社会公平 从而在I革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半岛电视台报道 英伟达·凡蒂尔已超越苹果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值公司 市值超过三万亿美元 英伟达的股价在周三上涨5.2% 达到每股1224 40美元市值达到3.012万亿美元 这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 凭借其图形处理单元 GPU推动了人工智能爱道三荣 收入在过去一年中增长了260%以上 英伟达的股价今年已经翻倍 并且在2023年价值增长了三倍以上 最近英伟达宣布进行十股拆股 拆股 以使股票所有权对员工和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与此同时 苹果公司则面临在中国市场对其iPhone需求疲软的挑战 并且在开采用方面似乎落后于其他科技巨头 苹果的股价今年减上涨了约5% 远低于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增幅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新成立的全女性武术团体 俄维功夫女孩组合 在公开亮相仅几周后 并获得了中国高层官员的赞长 并在内地社交媒体上广受好评 该团体融合了传统武术和现代舞蹈 成员包括著名的俄维武术家林云 林云来自四川省 拥有一千三百四十万抖音粉丝 以其卓越的剑术和武术能力而闻名 该团体的视频展示了他们使用剑 扇子 书法笔 长毛和峨眉簪等武器 这些武器都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 峨眉派的武术风格融合了佛教的信修理念 和道教的天然合一思想 强调女性的力量和灵活性 2008年 峨眉武术被列为中国国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社交媒体上推荐了这个团体 称他们为中国的骄傲 该团体的现代化演绎 使古老的中国武术再次焕发狐利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赏 Minamidu 在现快时尚零售商上 计划在伦敦上市 这反映了中国大陆风险投资环境的变化 中美紧张关系的加剧 以及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下降 山由中国企业家许仰天于2008年创立 据英国媒体报道 该公司预计将在未来几天 将英国监管机构提交伦敦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YPO的申请 山正为对此公开发表评论 作为一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在英国上市的创新举措 山有望成为其他大陆科技公司的先驱 因为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持续高涨 而香港继续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据知识人士透露 这一举措反映了上一投资者的压力 这些投资者包括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 Nabuko Dernei Atlantic和红杉资本 他们希望通过上市实现套件 跨境电子商务活动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山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拼多多旗下的TAMU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Ali Express亚马逊 沙安的商品交易总值GN 逼仓品交易总值GN INTAMU进入海外市场而放缓 欧洲和美国市场也趋于成熟 限制了进一步渗透 除了廉价的快时尚服装外 沙安通过招募第三方商家建立了庞大的在线市场 扩展到化妆品配饰和宠物产品等其他热门商品 纽约市曾是上的首选上市地点 但由于中美监管机构之间的深度互不信任 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与此同时 香港缺乏流动性 使得英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和强势货币的地位更加突出 沙安成立于15年前的江苏省南京市 目前在15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 尽管公司于2020-2021年将注册地更改为新加坡 但其大部分供应链和1万名全球员工仍在中国大陆 创始人徐仰天也拥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权 根据路透社报道 新加坡的Roja Business公司成立于2019年 市商全球网站的运营实体 徐仰天是其代表之一 中国监管机构对Shine的IP化保持沉默 看不清楚公司是否需要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SRC和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的批准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基石山注册地在新加坡仍需获得中国当局的批准 不过由于Shine并未予存储大量中国用户数据 CSRC可能会给予其IPO计划绿灯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 star 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